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 许多人都有睡眠障碍的困扰 包括不容易入睡 容易惊醒 醒了之后就睡不着 乃至多梦 浅眠 彻夜辗转的失眠 以至于许多人甚至恐惧夜晚上床时刻的到来 睡不着 睡不好 是多少人的梦魇 没有这种经验的人是无法体会的 的确 睡觉原本是人类与动物自然的本能 但太多人因为不同的因素 想好好睡觉而了不可得 佛习就曾经助念开世 不少因为长期失眠 导致罹患忧郁症 最后选择走上绝路的患者 除了吃药 清净平和的佛法是否能够助失眠者一臂之力呢 究竟为什么会失眠 静空法师说 根本的原因就是自己的业力 你该什么时候生病 该什么时候死 通通通通是业力在支配 医生只能够医病不能够医命 业力主宰了我们的生死 想要改变就得全心全意为大众服务付出 把业力转成怨力 我们的联友就有这样的体验 他们发心去道场当义工 或者是下班之后还去为王者助念 他们说回家之后都非常好睡 躺下去佛号念不到师生就睡着了 大陆东陵寺住持大安法师则开始说 失眠的原因就是太过于执着 放不下心中的杂念 往往是你越想睡 你越是睡不着 越睡不着就越想睡 越想睡就越睡不好 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甚至心里进入了一种焦虑的状态 大安法师说 你如果能够跳出来 心里想 诶 睡不好正好 我看看书念念佛 睡不好才好呢 你一放开 反而能够睡着 他也建议失眠者 可以去参加佛期 或者是一昼夜精行念佛 看看当天晚上睡得怎么样 他说有很多知识分子念佛之后 发现效果很好 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 不过你要对佛号产生信心 要念足够的数量 比如你在睡眠之前 先念个一万声佛号再去睡觉 或是磕108个头 磕得全身大汗 同时 念一万声佛号再去睡觉 看看管不管用 不要胡思乱想 自己纠缠自己 而圣言法师的开示 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他说 失眠的原因在于 我们没有专注于一件事 他说 只有专注地睡觉 不想其他的事情 睡觉之前可以先洗个热水澡 之后打坐 让身体肌肉舒缓松弛 脑子的运作步调也跟着慢下来 尽量什么都不要想 上床的时候 练习体验自己的呼吸 感觉每一次的呼气和每一次的吸气 如果心里还是七上八下 就可以数息 从1到10 一进一出算一次 一直数到10 有人失眠会数羊 一只羊 两只羊 而圣言法师建议 不如数自己的呼吸 羊跑掉了 就回到自己的呼吸 把身体放松 此外 改变睡觉的姿势 对于改善失眠也有帮助 如果只是短暂的休息 例如中午午睡 就羊躺着睡 而若是夜晚睡眠 就右侧睡 这个样子不会压迫到心脏 有助于睡眠品质 除了数呼吸 也有人会念佛菩萨的圣号 包括了念 南无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或地藏菩萨摩赫萨 要提醒大家的是 躺着的话 一定是默念就好了 千万不要念出声音来 以免会伤气 另外 您也可以试试看 背诵经文 短短260个字的心经 就非常适合 背诵个几遍 大脑就会疲惫 或许你就可以在不知不觉当中睡着了 佛险亲身试验过 但是心不能急 速度要慢 否则会觉得没有效果 藏传佛教的索达吉堪布则建议 善念入眠 他说 如果能够在清净的善念当中入眠 生活也会很快乐 现代人因为有烦恼 白天心里不快乐 临睡前也有说不出的痛苦 一旦在痛苦当中入睡 做梦也肯定是噩梦 醒过来之后又不快乐 整个人生就始终与痛苦 形影相随 所以龙猛菩萨在宝曼论当中便说 安乐中入睡 也会在安乐中醒来 心地安乐 梦境也安乐 最后为各位请出的是 阿弥陀佛世线 净土宗第二代祖师 善导大师所开示的 临睡观念佛法 善导大师教导 净土念佛人 凡欲入贯及临睡时 一心合掌正面西向 若坐若立若跪 各称念时生 念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大势至菩萨 以及清净大海众菩萨 然后发愿 弟子谋甲 现实生死凡夫 罪障深重 轮回六道苦不可言 经欲知事 得闻弥陀名号 本愿功德 一心称念 求愿往生 愿佛慈悲不舍 哀怜设寿 弟子谋甲 不是佛身向好光明 愿佛视线令我得见 即见观音世智诸菩萨众 极乐世界中清净庄严 光明妙相等 令我寥寥得见阿弥陀佛 然后三称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观世音菩萨 南无大世智菩萨 南无清净大海众菩萨 发愿完毕之后 正念而寝 不得杂语 不得杂想 净土宗第八代祖师 莲池大师说 善导大师 古称阿弥陀佛化身 以上的发愿文 求净土人必须深信 千万不要因为时间短暂 觉得无效而废度 务必久远行持 必于净土功不堂捐 这么多的方法提供给您 祝福各位都能够安安稳稳的 一觉到天明 南无阿弥陀佛